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突然被人给拽开了 两个黑影闯进屋来 随着灯被拉亮 他看见了两个凶神恶煞一般的男人站在他的面前 这俩人呢 一高一矮 高的呢三十多岁 一头染过的卷发 两个眼睛的外眼角啊 向外翻翻着 留着稀疏的八字胡 眼睛阴沉沉的扫尸着屋里 旁边的小个子比大个年龄要小一点 站在稍后的地方 一双小贼眼睛不停的眨巴 他们的手里呢 各自拎着一把剑刀 大个儿盯着睡在中间的聂喜春说 有钱吗 借点儿 一边说呢 还从门边上捡起一根一寸多粗 一米多长的铁棍 在手里掂量着 这聂喜春就回答 没钱呢 大个儿二话不说 抡起铁棒重重的砸在聂喜春的头上 这王书林吓坏了 赶紧就伸出手去拦 别打了 干嘛呀 他的头上也立刻重重的挨了一铁棍 一声不响的就倒了下去 接着 这铁棍子又一下一下的落在他头上 带起来的血甩到屋顶和墙壁上一片的星红 大个儿子的目光 又落在了聂喜春女儿的身上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 被眼前的事给吓呆了 见大个儿子向他走过来 赶紧说 你们别打了 我给你们拿钱 然后呢 从一个箱子里 拿出七八十块钱递给大个儿子 大个儿子接过钱呢 又一把扯烂了他的背心 扒掉了他的内裤 扔到床上 然后啊 这两个人把这个姑娘给轮奸了 发泄完授欲之后 两个人又用砖头狠狠地砸了一家三口的头部 消失在黑暗当中 第二天早晨起来 聂喜春女儿的朋友去他们家找他 发现 这满屋子都是血呀 聂喜春夫妇早就没了气 他们的女儿呢 尚存一息 后来 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的第二天 1992年1月11号晚上11点左右 这两个黑影又出现在了距离聂喜春家将近200公里的辽宁省府顺市顺城区金城根家的门前 他们轻轻地敲门 把金城根从梦中惊醒了 他觉得很奇怪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会有人敲门呢 可是 不断地敲门声让他没法继续思考 他披上衣服走到门前问 谁呀 公安局的 检查 金城根呢 没多想 伸手打开了门 还没等他看清来人 这门一下被撞开 紧接着他的头上重重地挨了几下 倒在了地上 他的妻子金凤叔听到了外屋有声音 刚要问怎么回事呢 屋里就冲进了两个人 用刀啊 把他逼在被子当中 不能动了 大个子问他有钱没有 金凤叔惦记着丈夫啊 听到这话赶紧说 有 我给你们拿 然后拿出来八十块钱递给大个子 他接过钱之后 脸上又出现了一丝银笑 两个人把金凤叔摁在床上要强奸 金城根的儿子金学海疯了似的冲过去 这小个子抄起棒子 狠狠地打在了金学海的头上 金学海倒下之后 两个人轮迁了金凤叔 把一家三口绑在床上 又用木棍狠狠地敲了他们三个的脑袋 之后扬长而去 第二天的上午 附近的乡亲们发现之后 赶紧把金家三口送到医院 金凤叔和金学海这娘儿俩脱离了危险 金城根因为伤势过重 在二月十号死亡 一月十二号 晚上十点半 这两个人又来到了釜顺市清源县八家村 两个多小时之后 釜顺市公安局接到报警 八家村发生了强奸抢劫杀人案 经过现场勘查 发现村民曾献财和他的母亲王玉荣刚刚死去 公安机关迅速行动 沿路追捕凶手 凌晨三点的时候 一路民警路过清源镇新村街满溢商店 大开的店门让他们觉得很不正常 进到店里之后发现 店主冷服人浑身是血靠坐在西墙上 他的妻子郭春燕躺在炕上的一大片血泊当中 已经死去多事了 而这个时候 曾献财的妻子徐淑梅和他两个女儿躺在床上接受抢救 凶手是在他们三个人面前杀死了曾献财和王殊荣的 幸免一死的徐淑梅被打得眼球外露 三个女儿中的两个被轮件 剩下一个没有被强奸的年仅14岁的小女儿曾静 被凶手重击头部之后 送到医院不久就死亡了 两天的时间 釜顺市发生了三起特大凶杀案件 六人死亡 三人重伤 三人被轮件 面对辽宁铁岭昌图县 辅顺市清源县和顺城区发生的四起杀人案件 辽宁省公安厅刑侦处非常重视 立刻派人到当地调查 得到的反馈是四起案件非常相似 符合串并的条件 处长刘振江立刻布置辽宁公安以两室作为重点区域进行摸牌调查 但是没想到 凶手早已经就跳出了辽宁省了 一月十三号晚上十点半 吉林省吉林市物司公司的工人 王德正在屋里坐着 突然就闯进了俩人 拿匕首顶住他的胸口 跟他说 坐下 别动 不然捅死你 王德害怕呀 他不是坐下了 他直接趴下了 两个人把他捆绑起来之后 问他屋里还有谁 王德回答说 郭卢公陈振喜还在 两个人就冲进屋里 把陈振喜也给绑住了 然后从王德和陈振喜的身上 抢到了三百多块钱 骑了一辆自行车之后 扬长而去 一月十四号的傍晚 长春二道河区附近的大坝上 出现了两个黑影 长春市石油商店的工人李福才 骑着自行车沿着大坝往家里边赶 突然这黑暗当中就伸出来一只手 把他给拽住了 李福才和自行车一块失去了平衡 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直接就被乱刀给炸死 之后 凶手把他的尸体塞进了一个沙坑 又推上李福才的自行车向火车站走 第二天中午 几个孩子发现了李福才的尸体赶紧报案 但是 这时候凶手又已经离开了当地 一月十六号的晚上 辽宁省海城市中小镇前小村 一高一矮两个黑影 沿着铁路线来到了村边上 他们俩在村子里边溜了一会儿 发现呢 有一家里只有老两口就想选定这一家过去抢钱 这家里住的是焦老汉和焦老太 焦老太呢 嫌家里边的大黑猫啊 太闹腾吵 就把这猫撵到了院子里 没想到这么一个举动 竟然把在院子外边窥视的两个黑影给吓走了 但是他们俩不甘心呢 又开始在村子里寻找其他的目标 二十点三十分左右 村民齐冲奎和爱人韩秀娟两口子 带着孩子呀 已经睡下了 突然这门一声俱响 俩陌生人冲进屋来 齐冲奎刚要站起来 一把明晃晃的斧子在他眼前一晃 告诉他别动 动就砍死你 这齐冲奎不敢动了 大个子还是问有钱没有 齐冲奎说没有 大个儿就拿斧子砸了一下他的头 齐冲奎啊 没办法 只好把身上的两百多块钱 还有手表都交给了大个子 大个子接过钱之后呢 叫齐冲奎头朝礼趴在炕上 然后用一根电线把他捆住 把他的妻子韩秀娟拖过来 轮奸了 之后又把韩秀娟和几个孩子用电线绑好了之后 骑上了齐冲奎的自行车 走了 俩人没走多远 又来到了萧运泉家 这时候啊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这一家一片寂静 萧运泉住在东屋 他的妻子高云秀呢 住在西屋 大个子一脚踢开房门 朝高云秀的西屋闯过去 这巨大的声音把高云秀惊醒了 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屋里的灯被人点亮 一把明晃晃的斧子就奔他脑袋上砸过来 高云秀很快就倒在了血泊里 东屋里的萧运泉也已经被小个子用菜刀给逼住 大个子闯进来 用绳子把萧运泉捆住 两个人一通的翻箱倒柜 只找到了四块钱 拿着这四块钱呢 他们俩逃走了 在逃跑的路上 俩人忽然看见前边还有一家亮着灯 他们直接就冲进了院子 这是村民齐武昌的家 这天晚上啊 齐武昌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妻妹正在忙着赶缝纫活 这大门咚一下被人踹开 两个男人闯进来了 大家伙都愣了 但是齐武昌马上被人打晕 三个女人被这场面彻底惊呆了 齐武昌的妻子翟庆玉本能的呀就拿着剪子冲过来 被大个儿一下打翻在地 之后 他们俩把四个人捆起来 却只找到了十块钱 连夜逃离了本地 1月18号晚上 辽宁省锦西市公安局接到报警 在铁路沿线发现两具男尸 民警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这两具尸体并排躺在一处 不是很深的土坑里 分别是二台子村的田庚文和张树辰 这两个人都是身中数十岛 这些创口啊 足以让他们死个十几回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 公安机关正在勘察现场 没想到二台子村的治保主任又匆匆地赶过来 惊慌地报道说呀 村民官学书一家三口都被杀死在家里了 前一天晚上 田庚文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被一高一矮两个男人给拦住 问他有没有钱 田庚文说着没带 就被两个人刺伤了腿部 正巧 这时候张树辰骑着自行车路过 俩人就逼着张树辰用自行车驮着田庚文向远离公路的田间走 等走到一个比较荒僻的地方 他们俩呢 就把田庚文张树辰分别刺死扔进土坑里 之后 推上张树辰的自行车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走去 他们俩呢 来到了一个小院前边 这里边呢 住着香炸钢厂供销科科长 官学书一家 俩人钻进院子之后 分别找到了一个掘头和一个木棒 他们美人手里呢 还有一把刚杀过人的尖刀 俩人毫无阻拦地闯到了屋里 官学书夫妇俩正看电视呢 看见陌生人进来感觉很茫然 大个儿还是那句 借点钱话 官学书说 没有 这大个儿抡起绝头 照着官学书脑袋上就是一下 官学书的爱人郭贵分这吓得叫起来了 小个子照着郭贵分的脑袋上 也打了一棒子 官学书一看 来者不善呢 就说 有钱 有钱 就赶紧从抽屉里呢 拿出一大打钱交给大个儿 这时候 他的十九岁的儿子 官国栋进了院 大个子转到门后边躲起来 等官国栋进来呀 照着脑袋就是一折头 把官国栋打死之后 又把官学书夫妇打死 之后 推上官国栋和张树辰的自行车 这俩人又一次消失在了夜幕里 1月21号晚上 他们俩又来到了辽宁省营口市山上村 他们到村子边上一处独立的住户门前 这是赵克李家 赵家的门前挂着一把绝头 大个儿顺手把它摘下来 俩人发现这门是从里边插着的 他们合力一拽 就把这门给拽下来了 进到屋里 打开灯 赵克李已经从被窝里坐下来了 高个儿还是问有没有钱 赵克李先说没有 紧接着又说有 还掏出了一百多块钱递了过去 大个儿问还有没有 赵克李说真没有了 刚说完 脑袋上就挨了一下 紧接着 大个子把赵克李的妻子 六岁的儿子 十三岁的女儿和十岁的外甥 全都打饭在了床上 万幸的是啊 赵克李的女儿赵春龄在案发四十多个小时之后被发现 那时候她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 从赵克李家出来 两个恶魔反锁了房门 沿着村路走了二百多米 小个子突然拉着大个儿说 哎 你看 这家好像挺有钱的 大个子发现 这家人的院墙啊是砖砌的 院门是铁的 就拿着赵克李家的那把绝头从院墙翻了进去 房门是插着的 他用力把门踹开 小个子奔向左边大屋 大个子走进了右边小屋 右边屋里住的是任运影夫妇 大个子二话不说 一折头下去 打得任运影满脸是血 接着把他们逼到左边的屋子里 左边屋里呢 住的是任运影的母亲 两个妹妹 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为了全家的安全 任运影的母亲拿出了积攒的九百七十块钱 他们又逼着任运影拿出了家里的五千块钱 拿到钱之后 他们把这备罩撕成布条 把全家都绑了起来 接着 他们把任运影还没结婚的妹妹 任玉杰逼到了右边的屋里 轮迁了她 在短短的十二天里 辽宁省的东南西北接连发生十二起命案 死亡十九人 这是比东北二王持枪抢劫案 更加凶残可怕的系列案件 为此 1992年1月25号 辽宁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刘振江 把各个市的刑侦负责人都叫到了沈阳 六十多人研究一个系列案件 这在辽宁省还是第一次 经过研究 大家都认为 十二起命案可以并在一起 依据如下 第一 作案的人数都是两人 现场提取的足迹相同 都是一个人穿警用的棉鞋 一个人穿蓝泥面沾胶底的棉鞋 被害人所描述的罪犯体貌特征也都差不多 第二 作案人选择的时间都是前半夜 有几次是连续在一个村镇频频出手 选择的作案目标基本上都是离铁路或者公路比较近 在村落的边缘或者是户数稀少的地方 第三 使作案工具都是就地取材 两名案犯没有枪械 但是身上有刀 一般是顺手抄起铁棒木棍 或者是砖头 斧子还有菜刀等等 第四 作案方式相似 基本上都是破门入室 进门之后先把有反抗能力的男性打倒 然后威逼钱财 都是把被害人打倒之后就地取材 用电线晾衣绳或者丝成条的被褥进行捆绑 然后用被子盖上 一般是罪犯自己点亮灯找东西 对适灵的女被害人实施轮奸 被害人的伤口绝大多数在头部 有好几次 罪犯作案之后把门反锁上 然后骑着被害人的自行车逃窜 会议把这起特大系列杀人抢劫轮奸案 定为全省公案 代号125 1月27号 省公安厅两路人马同时出发去复查现场 一路直奔铁岭市昌途县 一路去俯顺海城盖县 通过询问有辨认能力的受害人 请他们认真回忆案犯的每一个体貌特征 还有作案的细节 认真听取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反应 大年三十的当天 两名罪犯的体貌特征 以及模拟画匠 就传到了省内各地 高个子 年龄在33到36岁之间 身高1米78到1米8左右 体态魁梧 头发烫过有卷 方脸型 脸色较黑 大眼睛 双眼皮 脸臂胡须刮得很干净 留着八字胡 曾经穿着蓝色和黄色的套装 戴过棕色皮质 或者是蓝色绒线织的前进帽 矮个子 年龄大约在27到29岁左右 身高1米7 瓜子脸 肤色较白 小眼睛单眼皮 两个上门牙有缺损 曾经穿着蓝色套装 和黑底绿格的夹克衫 戴着泥面的八角帽 或者是黄绿色的麻绒棉帽 两名杀人犯的体貌特征 发到辽宁各地之后 公安机关纷纷地提供可疑的线索 1月27号 昌土县公安局报告 该县东大乡五间村的 韩某和赵某 跟这两名杀人犯的体貌特征啊 很相似 据说 韩某的个头在1米75左右 圆脸较胖 赵某的上门牙缺了一颗半 这两个人都曾经参与盗窃摩托车 省公安厅立刻到昌土县走访 了解到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呢 都是高个子 牙齿特征 也和之前的两名凶犯不符 2月22号 公安干警到黑龙江省姬西市 将赵某侵获 经过审讯呢 他承认和韩某等人 合伙盗窃了17台摩托车 但是杀人的事确实没干过 在发出罪犯体貌特征的同时 辽宁省全面清查了 关押场所的逃脱犯 和有案再逃的罪犯 政治上对现实不满 或者因为经济犯罪被打击的嫌疑人 以及打击处理过的流窜犯 和刑满释放犯 刑侦人员也抓紧了足迹指纹等等的 查证工作 同时 各市县从晚上9点到凌晨2点 对各个交通要道 城乡结合部进行巡逻的时候都强调 发现刑迹可疑者 或者是两人共乘 或分乘自行车者 一律严加盘查 而案发地的工作 做得格外的细致 盖县人民政府 两次召开电话会议 部署春节治安保卫工作 县武装部动员了3000名民兵 在村与村 乡与乡之间巡逻 各地还加强了对公共场所 旅店饭馆 车站 码头等地的巡查 但是 两名犯罪分子 自从他盖县1月21号 作案之后 却突然的销声匿迹了 原来在任运影家 抢劫了一大笔钱之后 两个人暂停了作案 2月9号呢 就是春节 因此 直到2月25号 在离青原县 将近1000公里的河北 卓州两个恶魔 才又出现 2月25号 卓州镇安四孙 22岁的张强 和他的未婚妻孙丽华 俩人正在屋里躺着 突然有两个陌生人闯进来 大个子立刻逼主张强要钱 张强说没钱 大个子马上把他打翻在地 之后 他们从张强的口袋里 翻出了90多块钱 又把孙丽华轮奸 再之后 把两人分别打死 2月26号 两个人又来到河北望都县 闯进了理发师赵大乱家 把赵大乱捆起来之后 抢走了250块钱 之后呢 他们又陆续抢劫了 两个废品收购站 并且将个体户王同乐杀死 2月27号 凌晨2点 两个人闯入石家庄市 东三教村王志华家里 王志华被匕首逼住之后 大个子问他 旁边的屋里住的是谁 王志华说 住的是父母 还有两个孩子 大个子听了之后 叫小个子看住王志华夫妇 向北屋摸过去 这时候 王志华的父亲 王文杰已经醒过来了 大个子进屋之后 叫屋里的人呢 都不要动 王文杰开始的时候 非常顺从 可突然间冲过来 抱住了大个子的胳膊 大个子手里拿着铁棒啊 在那挥不开 只能拿拳头打王文杰 这时候 王文杰的老伴 董炳姐也冲了过来 死死地抱住大个子 王文杰趁机 冲到外边喊人 大个子见王文杰跑了 给了董炳姐两棒子 赶紧拽着小个子逃出了门 这是他们作案以来 第一次栽了跟头 之后 匆匆地逃离河北 向山西而去 1992年2月28号 山西省杨泉市村民 王福堂家门口 出现了两个黑影 冲进屋子之后 王福堂夫妇惊醒了 抬头问 谁呀 大个子不说话 用砖头对准 王福堂的头上 就砸了几下 他的爱人张爱香 急忙向大个子扑过去 这时候 小个子 照他的头上 也是挤砖头 紧接着 就把匕首 扎进了他的前胸 王福堂的大女儿 王祖方 听到父母的惨叫 跑过来一看 二老都倒在了血泊里 两个陌生人 问他钱在哪 他赶紧把国库券 还有身上的六十多块钱 都交了过去 两个人呢 把他赶回了他住的屋子 刚一进屋 王祖方的小弟就大喊抓坏人 大个子抄起一个烙铁 砸在他的头上 王祖方的妹妹被吓得哭出来 小个子立即向他妹妹逼过去 小姑娘吓得赶紧收住了事 两个人把王祖方的弟弟妹妹 全都捆起来 之后把王祖方轮奸 逃出门去 三月二号二十二点 山西省于次市大东关村 薛海生回到家里 进门的时候 他发现平时挂在大门上的锁没了 这时候 他听到屋里像平常一样 传出了电视节目的声音 他也没在意 就直接进了屋 一进屋 他看见弟弟正在家里翻箱倒柜 刚要问怎么回事 头上就挨了几棒 一回头 只见两个用蓝布蒙着脸 只露出眼睛的人站在他身后 薛海生就问 我爸爸妈妈呢 小个子把他拉进里屋 掀开被子说 看看妈 快把你们家的钱都交出来 薛海生看到父母的头上都在往外流血 他大喊了一声 妈 小个子健壮用刀直接顶住了他的喉咙 要往里边捅 大个子用火棍给他扒了开了 逼着薛海生为他们找钱 找不到就杀他弟弟 但是薛海生没有找到 小个子把他和弟弟妹妹全都捆起来 接着呢 对薛海生头上一阵乱打 然后和大个子骑上薛海生家的两台自行车 扬长而去 走了一段路 两个人呢 又停在了村民石润德开的小卖部前边 一前一后冲到屋里 石润德还没爬起来就被打死了 大个子向石润德的妻子张翠琴要钱 张翠琴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他们 大个子还嫌少 逼着张翠琴把小卖部的零钱还有高档的香烟全都交给他们 之后两个人就在石润德尸体旁边把张翠琴轮件了 你说这什么体格子赶上咱们开始时候说的双桥老流氓了 发泄完了之后 这俩人呢 觉着有点饿 拿了葡萄酒和几个罐头 有说有笑的吃喝起来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之前被他们打昏的薛海生这时候醒了 醒来之后 挣扎着把身上的绳索解开 他发现 弟弟和父亲薛成玉都已经咽了气 薛海生推了下门 发现被反锁上了 他跑向村里去报案 路过石润德的小卖部 看到了自驾的自行车靠在外墙上 他马上找到村长郝宝玉家 村长直接向公安局报了案 这时候呢 石润德的小卖部里边 这俩人吃喝一战之后觉得该走了 就在这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的声音 两个人的脸 瞬间就变了色 门外 一辆警车停下来 三名刑警持枪跳下车 封住了小卖部的门口 一名刑警上前叫门 沉默了片刻 里边张翠勤回答说 没事 但是呢 他却没有开门 这很明显是有问题啊 刑警队员吴永明上前推了一下 发现门没插着 而是 有人在里边顶着 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颜色 两个刑警队员同时向门上撞 一下就把门撞开了 他们还没站稳 一个大个子已经挥着铁棒冲了出来 另一个小个呢 也举着铁锤在后边 吴永明一把抓住小个子 却被大个子打翻在地 大个子眼睛都红了 抡着铁棒就奔另一个刑警队员 毫无悬念的几声枪响之后 大个子的小腹右胸连中两枪 他裂起一下铁棒也摔在了地上 紧接着 他沿着公路疯狂的向前跑 几名刑警啊 在后边紧追 追了一百多米 大个子突然拐进村里 飞身跃上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大家都惊异于 这大个子的体能啊 胸口小腹各挨一枪 飞身跃过院墙不见了 这什么人呢 几名刑警追进院子里 发现呢 大个子翻过院墙之后 再也没有爬起来 倒在墙根底下死了 能半天回光返照 就在刑警队追捕大个子的时候 小个子趁机给倒在地上的吴永明来了击锤 然后爬上小卖部的房顶 朝相反的方向逃跑了 与此同时 辽宁省公安在本省找不到凶犯之后 开始积极地到临省寻找线索 专案组特别提到 案犯可能是吉林人 因为第一起案子呢 发生在辽北昌土 在向北一点就是吉林的四平 1月23号 辽宁省公安厅 把境内的特大系列杀人案 电传给吉林 黑龙江 河北和内蒙古四个省区 一呢 是提醒这几个省区 罪犯的下一步目标 可能转向他们 二 是想了解一下这几个省 近期以来 有没有类似的案件 但是 各省均没有反应 一直到了三月中旬 吉林省公安厅 电告辽宁省公安厅 该省桃南市和榆树市 先后发生两起杀人案 和辽宁的系列案件 有相似之处 两省公安紧张地工作了两天 排除了这两起案件 和辽宁系列案件的联系 这时候 山西省公安厅来电告知 该省最近连续发生三起 抢劫杀人轮奸案 两名案犯中的一名 已经被击毙 另一名逃窜 因为案犯操着 不标准的普通话 被击毙的案犯呢 胸脯上还有下山虎的图案 这个纹身 他们分析 可能是东北人 这是原文里的啊 我分析不是这样 辽宁省公安厅 来到石润德被杀的现场 从酒瓶上提取了四枚指纹 判断可能是小个子留下来的 大个子的指纹 也同时被提取出来 经过核对 与府顺市顺城区两宗命案 现场遗留的指纹吻合 足迹呢 也与辽宁系列杀人案相吻合 相关的资料传回辽宁之后 公安部立即部署全省 查找师员并且追捕逃犯 专案组分析 岸范是东北人无疑 极有可能居住在辽宁 但是呢 也不排除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和河北 因为岸县的始发地点 是辽北的昌途县 岸发的口音呢 是带东北味的普通话 被击毙岸范的红色情侣背心 证明产地是辽阳市 主要呢也是肖网辽吉一带 岸范穿的鞋 主肖地也是在东北 岸范被击毙的前胸 吻有下山虎 同时呢 还有复仇的汉语拼音字样 这多洋气啊 这纹身纹一汉语拼音 同时 左肩头吻有一只回头虎 右肩头吻有一个 最朝上的葫芦烟雾图啊 你说要不他跑不了呢 背着俩老虎一大葫芦 活该栽到这儿 大家分析啊 一些不法分子 在煞血为盟的时候 经常会搞这些玩意儿 因此 两名杀人犯 很有可能有前科 同时 罪犯作案选择的目标 大多在城镇乡村的边缘 这显示出 他们有居住环境的习惯性 被击毙罪犯 衣着破旧肮脏 手指甲 脚指甲都很长 这表明 他们也似乎不是大城市里的人 但是 这两个家伙 也不像农民 因为呢 在海城的一次作案当中啊 他们准备强奸一位 二十岁的妇女 听这位妇女 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大个子就骂 你们农村人 怎么这么小年纪就结婚呢 感情们分析啊 最大的可能是城乡结合部的居民 省公安厅连夜翻拍被击毙罪犯的彩照 八千七百份 发动了所有的社会力量 把一切能做的基本都做了 可是就没有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摸上来 三月二十八号 辽宁省公安厅 把系列杀人抢劫轮奸案的整套档案 送交吉林 黑龙江 河北和内蒙等省份 四月十号 经请示公安部同意 在沈阳召开了五省区联席侦查会议 四月十三号上午十点 辽宁省公安厅 接到了吉林省公安厅的电告 长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资料员 查到了被击毙罪犯指纹档案 该犯姓名李刚 三十五岁 身高一米七八 住吉林省辽园市西安区 该犯 1981年因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988年释放 干警立刻赶到辽园市 李刚的妻子贾素玲 李刚的岳父贾振昌 分别被请到了公安局 据贾素玲介绍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不融洽 他曾经还提出过离婚 但是遭到了李刚的殴打 春节前十来天吧 一个晚上 李刚突然回到家里 交给他一千两百块钱 和一个金戒指 还有一个玛瑙的项链 给他买了两条裤子 给三岁的儿子 买了一把玩具枪 贾素玲问他 这些天都去哪儿了 李刚说 跟别人一块做买卖 好像是跟一个姓谭的 贾素玲又告诉干警 三月中旬呢 一个姓谭的女人 到工厂找过她 问她有没有 从山西寄来的照片 贾素玲说 没有 这时候呢 同厂的女工说呀 今天的信刚到 还在信箱里呢 贾素玲取回来一看 有两张是李刚的单人照 还有两张呢 是另一个男人的单人照 姓谭的女人说 这人呢 是她弟弟 就把照片取走了 大约又过了十来天 好像是三月二十号 那个姓谭的男青年呢 领着未婚妻来到贾素玲家 打听李刚回来没有 贾素玲说 你们不是一块走的吗 姓谭的说呀 他们一行四个人 逛山西商场的时候 走散了 过个十来天呢 李刚大概就能回来了 另一边被询问的 李刚的岳父贾振昌说 他曾经看到过李刚 和一个小个子的合影 照片就在女儿手里 贾素玲承认 这张照片放在家中的箱子当中 贾警立刻把照片取出来 贾素玲呢 又提供了他所知道的 李刚的一些靶兄弟的姓名 有姓尹的 姓李的 姓梅的等等 辽元氏干警连夜行动 把尹某等人 请到了公安局 尹某指纹鉴定之后 被排除了作案嫌疑 他接过干警 递过来的照片 看了看 非常自信地说 这是唐燕平 姓唐 不姓譚 但是呢 他又非常疑惑地说 我听说他还在监狱里呢 咋能跑到山西去呀 查阅档案有了结果 唐燕平 三十岁 身高一米六七 八一年四月 因为盗窃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因为在看守所里边啊 挖洞逃跑过一回 在劳教队 又逃跑两回 前后一共加刑加了十年 后来又减刑三年 一九九一年八月 刑满释放 现在在辽园市西安区 副国街二围十九组 凌晨两点半 干警们冲进了唐燕平的家 没等他反抗 干警们就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 经过搜查 发现了唐燕平 作案时候穿的衣服 抢劫的项链等等赃物 这时候 唐燕平还不知道 李刚已经被击毙了 还埋怨说 是李刚 把他给卖了 据唐燕平交代 一九八二年 他在劳改期间 认识了李刚 李刚呢 偷偷地闻了一只下山虎 他也学着 在胸前 闻了一条云中龙 九一年底 唐燕平出狱之后 两个人呢 又纠结到一块 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他们的第一波杀戮 集中在辽宁省 除了中间呢 在长春杀死那一人之外 第二波流窜到河北和陕西作案 从一月十号 他们杀死聂喜春一家 到三月二号 大个子被击毙 他们前后作案 只有五十天 可就在这五十天里 他们残忍地杀害了 上至六十岁的老人 嫁到六岁幼童在内的 二十七个人 有十四个人被打伤 九名妇女被他们轮奸 就在唐燕平被捕半个月之后 三月二十九号 被他们奸污蹂躏的张翠勤 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惊吓和打击 悲痛地去世了 七月九号 辽宁省清源县 一声清脆的枪响 唐燕平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 李刚和唐燕平 这两个人呢 都曾经因为犯罪被处罚 但是他们出狱之后 没有选择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是走上了更加疯狂的犯罪道路 最终 只能是 自取灭亡 1992 辽吉寂静系列杀人抢劫轮奸案 全本版 全本版